授权 来了 挤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你是什么授权 开户 开户 好 授权 来了 挤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你是什么授权 理财投资 理财投资 好嘞 好 辛苦了 小摩托 授权 小摩托来了 看见了吧 就这种情况 你干吗呢 你把活给他干了 你看这里面都成什么样了 开相声大会啊 是肖骁 肖骁让我到门口去的 说这小子一过去 拉着人聊天赌门 我肖骁说你就听了 他是你领导啊 你是不是瞎巴结啊 我巴结他 我那是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就说你管不管吧 你要是管 我就把卡要回来 把他轰出去 我这年龄我怕谁 去 他这不是没反规定吗 我授权给你 去 弄他一下 呗 呗 袁洪奎 你辛苦一天了 可能吧 不 不是 吓我一跳 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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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家人漂亮 偷看吧 你也坐一个 没多少钱 您再帮帮 帮我干一下 好好好 不方便 坐 不用了 有什么话您说吧 郑经理 你去过银行吗 去过呀 我们家就是开银行的 你们家开什么银行的 瑞宝啊 跟新加坡合资的 怎么了 没事 那外资银行跟咱们 也没什么共同点 联众银行有联众银行的规矩 这桂园手里面的活儿 往小了说是账目是业务 往大了说呢 一点疏忽就没完没了的麻烦 你不能在桂团上说那么多废话 银行有规矩 我希望 别再让我说你第三回了 行 没什么事 你出去吧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我一个人 睡大床你不开心了 晚上咱俩欢迎一下嘛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就这么定了啊 这大小够用了 这隔断恐怕要在那个位置上 这隔断恐怕要在那个位置上 你看啊 把那个卫生间呀 放在那边 然后这儿呢 加一条通道 这样整体的布局下来 应该是可以的 休息区和员工餐厅 也放那边 对对对 对外业务 放这边吧 这边朝南 对对对 光线好 这装修得一两个月 那是必须的 你以为像咱们当年啊 租过房子收拾了有 一个星期 就开工了 尽量抓紧吧 要不然我一大块业务 得分散好几个地方 这领导能亲自来龙园 制定装修方案 这我们心里是热乎的 走 去楼下课 哎 领导 哎 领导 祝贺啊 前途无量 您又高抬我了 我以为这个中心之行 它就是个说法 没想到砸赖那么多业务 我这三头六臂 也忙不过来啊 这是好事啊 你要学会 放权 让年轻人多干一下 对不对 我那个外甥关奎 在你这儿怎么样了 挺好啊 非常热情 适应适应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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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装修的事情交给他干嘛 让他打扫卫生都可以 我姐跟我姐夫 一阵打电话说要请你吃饭 被我拒绝了 我说林行长不是这种人 不用 谢意的 我替他们带到 不是 那个冠奎 不就是来实习一段时间吗 人家是国外的高材生 学历比我还高 放在我这儿取财 行 学历高地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力 跟着你呢 他把能力锻炼好是最重要的 别的不说了 感谢的心意我都在心里了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的话 你说 我劝你以赴 你们两个人别聊了 走 吃饭去了 不然我把冠奎叫过来 不不不不 别叫他 我看见他我就偷他 前途无量啊 林行 前途无量 奎奎呢 叫他来吃饭啊 可以 怎么就奎奎了 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挺烦他的吗 昨天一个个同仇敌开的 今天就是腰上小白齐了 干吗呢 你们是不是觉得林强不在 就开始作妖啊 别的银行的人到这儿来 看你们稀稀哈哈的 像什么样子 还有你 萧萧 我问问你 你有什么权利 把张江明的活给他干 你多大领导啊 小权 其实挺可爱的 是吗 好可爱 工作期间出一点错 那就是大娄子 指望谁给你们博 说什么呢 他说 你就是嫉妒 还跟我们摆上脸子呢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办了多少业务 附近两个小区的回前军民 全回来了 从早到现在我一口水都没喝 我累得跟狗似的 我笑笑还不行了 还得挨你跟叔 我嗡就代表说 嗯 我知道了 别磨叽了 太没了了 我知道忙 大家都辛苦辛苦 但是工作期间有纪律 上班的时候 别当你的姓缘的 行不行 他叫真是可银行的